聯合政府和政治分贓 這或多或少的社會觀感 是不是搖鼓 民進黨一定這樣攻擊他 所以柯文哲 今天剛剛的記者會才會說 應該先談重大議題 比如說隔壁同意權要不要回覆 對 他一直在丟這三個 那因為這個修憲四分之三 也不是那麼容易過 那就是說 那要不要先身體力行 說侯跟柯都宣示 就是一定會提 國會多數黨的人組閣 我想看這樣賭啦 我是認為民進黨不會過半 所以這樣賭其實風險並不高 那可是你要不要宣示這個立場 柯文哲的意思就是說 修憲很難嘛 不然我們先創造憲政慣例 他今天已經公開這樣說了 那如果侯友宜願意回應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好的開始 我坦白說這一局 當然我們都希望賴清德要落選 可是如果真的是賴清德當選 誰損失比較大 你認為是國民黨還是民眾黨 我覺得民眾黨搞不好認為是國民黨 對 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民眾黨的意思 因為民眾黨本來 柯文哲民調這麼高也是個意外 對所以對民眾黨來講 現在真正焦慮的是國民黨 國民黨比他們焦慮 當然是啊 因為民眾黨本來就只是希秋 我的部分區能夠 從五席變成八席或十席嘛 他本來就只有這個小小的企圖心而已 那哪裡知道柯文哲選得這麼好對不對 所以對民眾黨來講 他本來就沒有奢望他會當選總統 可是就覺得說 你要讓我部分區的票開得出來嘛 所以正當性要有 所以他一直很在意 給人家感覺分贓嘛 所以你那個理想性要出來 你的理想性就是說 民眾黨特別重視什麼什麼什麼嘛 所以我們就把某些不 讓民眾黨來發揮理想 我是說你要這樣說話啦 因為民眾黨本來 他的目標就沒有國民黨這麼高啦 那可是 因為我昨天也在這邊做了一些公開分析了嘛 11月20號就登記了 那如果柯文哲答應了 那他就不登記了 他就是副手嘛 那你也知道台灣的媒體嘛 到最後所有的新聞 未來兩個月都是猴賴對決 就沒有柯文哲的名字了啦 這個全世界都如此啦 也不是只有台灣媒體會這樣搞啦 對不對 因為就是你們兩個就是兩大對決嘛 就是這樣啊 那所以民眾黨就會 你至少要幫人家解決這個問題啊 比如說11月20登記之後 那他不分區的票如何開得出來 坦白講我也在想這個問題 可是這個是很實質的問題 對 因為這個就是他本來 認為他可以 可以達成的目標嘛 那可是現在好像有點變成 柯文哲如果來跟侯友宜合作 那原來那個目標 就有一點變數了 你知道吧 那如果有一些人本來是把目標放在那邊的人 比如說黃珊珊 或比如說台中的林小琪 他們就會有意見嘛 當然是這樣啊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 大家要互相體諒人家在想什麼 你不能都用你自己的角度說 那難道你不要民進黨下架嗎 那兩岸危機你不想避免嗎 那這個我都想啊是啊 我又不會跟你說不想對不對 可是因為你是你是大黨嘛 大黨就要提出慷慨的方案 就是這樣 不然你如何說服人 而且小黨我講白了啦 小黨裡面的群眾有很多 就是會看到他那個小小的目標 他非常在乎 非常在乎 而且踩得很硬 很硬喔 踩得很硬喔 所以你如果沒有一個慷慨 或者非常有正當性的方案 你如何叫他擁抱你 我們簡單講就是說1加1 我昨天也稍微算了一下 1加1至少要等於1.8 才會有機會贏 對 你最多只能夠流失0.2 所以你就去想 你要不要面對民眾黨的選民嘛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務實的問題 不是人家亂掰的啦 我坦白說就是這樣 那我當然我也知道 如果是柯侯沛 國民黨這邊也會有流失啊 一定啊 對不對 國民黨那麼大的一個黨 很多公職就不能接受嘛 這個我當然知道啊 對不對 那這種情況之下 搞不好流失到1.5都有可能啊 這也要算進去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個是相互的 你要這樣來思考 然後才能夠站在對方想說 然後我怎麼幫你解決問題這樣 韓國瑜會威脅到朱立倫吧 是不是 包括比如說這支川雲艦射出了之後 那這個重返政壇的這一股力量 是不是對朱立倫來講會造成威脅 還有甚至很多人說那韓國瑜之後 有可能就會成會不會 國民黨主席這個部分 我覺得選主席機率非常高啦 可是朱立倫只要國會的席次 選贏民進黨就算贏了啦 即使總統沒有當選 因為國民黨的立委席次增加是必然的啦 那只是說會不會贏民進黨 現在也不知道 我覺得因為朱立倫的任期 本來就到明年嘛 我覺得這個你要說 這個總統沒有選贏就是敗選這也說不通 我認為國民黨立委必然有增長 那所以我認為他也不用緊張啦 可是我倒是覺得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他不一定願意啦 因為立法院長是最無聊的缺啦 最無聊 我坦白講你除了當主持會議之外 其他都在喬事情啊 那這個會是韓國瑜想做的事嗎 我的感覺是韓國瑜比較想做事 所以應該是讓他選個部會吧 就是他想做事啦 立法院長沒有辦法做事啦 立法院長都是 對喬事 對喬事嘛 不然就主持會議嘛 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這種地方 而且你會被綁在那邊你都不能動你知道嗎 這個其實 你去看那個地方議會到我們台灣立法院的 歷任的院長嘛 有會得到社會傾望嘛 說他努力做某件事 有那個工業讓人家懷念 我看很少吧 反正有很多部長令人懷念 是 對不對 我覺得韓國瑜比較是屬於後者啦 那我當然知道趙大剛的意思啦 他希望把他包進來啦 就讓韓國瑜成為這次選舉的 裡面的一份子嘛 那韓粉就比較容易從郭那邊回流嘛 他的想法可能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個還是 坦白講還是要尊重 韓國瑜還有朱立倫的看法 朱立倫不一定願意 或者是朱立倫不一定是這樣布局的 不一定 因為立法院 不分區第一名實際上有時候會有象徵意義 那尤其是呢一女一男啊 會有象徵意義 那這個是不是朱立倫要的效果 我覺得不一定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方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我們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吃天蚵組合 是否資新手 數錯綠 未必有 keyword 大概5年前